几天前我就想做这么一个视频 祝贺一下特地留言或者私信告诉我 报考研究生成功上岸的那些同学 真的是祝贺 由真的感到高兴 这几天我实在是太忙了 各种网上的会议 还有上课 由于线下课堂全部取消 全部转移到线上了 然后又是时间上的各种调整 刚刚修改好的课程规划 又得修改 这已经是我本学期 以来第四次修改修科计划了 我们的硕士生博士生面试 还有博士后进站出站报告 也是前几天刚刚结束了 那么今天我就正好有些空 就来完成这事 做一个视频 记录一下我的这些忘年交往网友们 表示祝贺 顺便还有其他的一些网友关心的问题 我一并进行回复 这位网友祝贺你 你说因为我视频当中的案例给了你 提供了灵感 然后顺利答题了 这正是太棒了 话说这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一方面你可以当做是运气好 但是我要说 开卷有余 见多识广 这也是你平时努力学习 并注意积累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 你知道如何融会贯通了 这位同学已经离录起 北大环境科学了 我从这位朋友提供的信息 可以确定 的确是我让他找到了兴趣点和努力的方向 因为他似乎是从大众都觉得紧俏的专业 尽管转到了生化环采 四大天坑专业的环境科学 关于专业的好坏 我今天不想做更多的评论 以后也许咱们可以转门来谈这个话题 我只想说 无论什么行业 什么专业 干好了 都是顶尖人才 都是领域的大神 但如果下的功夫不够 无论选择什么专业 都是坑 因此大家在选择未来专业的时候 可以思考一个问题 如何追随自己的内心 二十年后 算了 如果觉得二十年太长 那就想想 十年之后 我想从事什么临义 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想好之后 再选择专业 不迟 能够坚守内心的选择 一个有目标的人 是不会选错专业的 这位朋友 同样是报考北京大学的 他告诉我 因为学习了我的警官生代学课程 让他的考分还不错 的确考分也挺高的 三百八十分了 但是报考北大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他说对专业的选择依然依旧 来年准备再战 那么我的建议是 不妨用这一年的时间 边工作边备考 顺便思考一下 自己考研的理由究竟是为了一张文凭 还是其他 不同的回答 可能最后的选择会完全不一样 你们觉得这位考生的选择应该是什么呢 这位是今年刚刚考研上岸的学生 所以也应该是向我来报喜的 他应该与导师有很多的交流了 导师都已经开始布置任务了 他觉得看导师的文章很灰色难懂 我觉得就现在来说很正常 之所以他有这个反差 那是因为他之前读大学本科的时候 主要的任务是修满学分 所有的知识都在那里 他阅读的东西都是经过 充分的通俗化和知识化的内容 但是呢 攻读研究生的时候 主要的任务就不再是上课学习现存的知识了 而是要自己去认识大自然 去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 所以他接触到的呢 一定是很多不懂的东西 很灰色的东西 这个时候对一个自己还不熟悉的领域 想很快能够高效阅读 很快快速提起重要的信息啊 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啊 但是我相信 随着你慢慢熟悉这个领域 阅读速度会逐步加快 也能越来越领会更多的东西 因为很多的东西啊 是可以出类旁东的 然后你就可以跨越这个门槛了啊 这位朋友呢 是一位刚刚上岸的研绎的学生啊 已经开始读了 他呢 应该是有自己的想法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啊 而是鼓励他 以自己的导师商量 任何科研活动啊 都必须是在一定的硬件条件 资深下才能进行的 所以他必须回到开展研究的现实基础 这是他研究的起始点啊 但是呢 你作为一个好的学生 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愿景 你可以先抛开现实的一些自愿因素 可以考虑在理想的状态下 你会获得怎样的结果 然后呢 将这些愿景 说给你的导师听 我相信 如果你的导师热爱科学 热爱探索 并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话 他一定会爱听 所以呢 我就让他与导师交流啊 其谈理想 当然呢 导师一定会让他回到现实 告诉你实际的困难 然后呢 你就可以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位同学呢 不是考研的 而是本科生 想进入老师实验室的 猜测呢 一定是对考研 有一定的兴趣的啊 这里有个印象啊 那就是我对医学实验室啊 显然不是特别了解啊 所以不能够随便回答 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也应该是 直接行为实验室的老师 或者是师兄师姐们啊 那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对这个问题呢 我想说啊 真的没有什么规定 任何导师都喜欢 比较主动的写生 你就主动一点吧 被拒绝了也没什么 总不能够在一棵树上吊死吧 换一棵树 不是有可能死的更快 这位朋友呢 我觉得特别让我开心啊 他受我的影响 也爱看Lature和Science的杂志了 他甚至提醒我 今天是星期四了 要看Lature了 当时恰好呢 我也是在看Lature 无论有偶这样的朋友呢 还不止一个 另外一个网友呢 推荐我看某篇文章 后来我已经想着就这个话题啊 展开讨论 我收集素材的时候发现了 有关这个小镇的素材并不是很多 但是这个话题呢 本身呢是足够有趣的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视频 以谈论这个话题为主的啊 当然也有朋友推荐这样的新文章给我看 我相信的话 这是要与我进行专业的讨论的 我看了一下啊 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值得推荐的亮点 尽管这是发表在Science上的文章 我当然的话就直言不讳的 表达了我的看法啊 对于这样的问题 有关土壤固碳的问题 这不能够算是我的专业 但是与我的专业有关 所以我就想用我自己的理解 用尽量通俗的方式进行解释 之后呢他告诉我 弄明白了 那么呢我也特别开心啊 那么关于我的景观生态学课程呢 我是首发在B站上的 后来呢整理后放在了中国大学目课上啊 但中国大学目课呢 每年都在进行内容审核 只要视频当中有地图的 没有审图号的都无法通过 这其实是一件很扯的事 不是任何地图都能够获得审图号的啊 比如你以卫星地图为地图 制作了一张全球新冠疫情时时分布图吧 这就是无法通过的啊 你需要到地图的权威部门 到那里去获得专门的审图号 这个周期有多长也不知道 关键问题是啊 也没有谁更权威啊 我的课程中有很多的摇杆地图 没有新政边界 也不行 因为没有审图号 最夸张的是啊 你要制作一张很古老的地图啊 其实就是模式图 比如地球板块的飘移图 也不能通过 所以我现在呢 没有太大的信心 能够找到有审图号的 可替代这些视频当中的地图 但是如果有地图的地方 我全部删除 那么课程的内容呢 就大打折扣了啊 不过 各位呢 如果真心想学我的景观生态学的啊 就在B站当中学习吧 这里是最全的 如果你没找到 可以直接在这帖子下面 或者是弹幕当中回复啊 这位老师呢 也是在B站上学习了我的景观生态学课程的 很荣幸他告诉我啊 有关我的课程呢 可以在更多的方面有所扩展 好 今天呢 就简单说这些啊 这个视频呢 同时我也想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看看这种方式是否更方便 我与各位之间呢 进行更融洽的交流 如果你喜欢这种方式呢 也请Q1告诉我啊 或者有更好的方式建议呢 也请通过大幕或者是评论呢 直接告诉我 谢谢各位 我是复旦赵兵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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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